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喜欢在旅行当中遇见不同的人 听他们的故事 也跟他们讲我的故事 出乎意料之外的 这些陌生人往往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你为何要求你 为何要求你 为何要求你 你的家里是在你的身上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是在你的家 开始旅行之后才知道 旅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 而是为了不错过生命 一起排练一场旅行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剧场全才才子蔡博璋 能导 能演 能唱 大概舞台上能做的事情 他都做得超好 最近他出书 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这位全方位的剧场人 如何生活 如何思考旅行 这件事 蔡博你好 慧玲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蔡博璋大家都称蔡博 如果在剧场里面称呼博璋 可能蔡博会说哪位 不敢 不敢不敢 因为很多很多前辈师长 他们还是会 他们不想叫我蔡博 因为觉得叫我博 好像就已经一种尊称 像祭博就是坚持不叫我蔡博 对对对 其实这个名字还蛮有趣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讨论蔡博 就说你有去看蔡博那个戏吗 哇 那个戏怎样怎样 我就想说 哇这位剧场前辈 对 是有多老叫蔡博 我一定要认识一下 好 可是蔡博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刚刚那个影片 你说你旅行了三十几个国家 我相信你对旅行这件事情 很有一番你自己的思考 我们就先破题好了 你觉得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导播请下音乐旅行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 其实我觉得意义都是事后 事后才给的 就是说我一开始要做的当下 我其实是最不去想这件事情的人 因为我自己很怕 为了目的而做某件事情 我的个性是这样 所以在旅行之前 我不会去设定说 我这是要得到什么 或学到什么或干嘛的 好 那你为什么 一直不断的旅行呢 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 是一个生理需求 所以你其实不会问你自己说 我为什么要喝水 我为什么要呼吸 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吧 我就是需要 这就是我生活在地球上面 我就需要的养分 就坐不住 一定要去哪里看看 我没有坐不住 但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生理需求 就是A 就是 因为我觉得人生活当中 就是不断找一个平衡 那可能我一直觉得 我的那个 我在台湾的生活 会不断地让我很容易觉得 好像在生理跟心理上面达到一种失衡的状态 所以我需要靠不间断的移动去达到一个平衡点 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MV其实是在巴黎拍的 讲一下这个 这个叫MV吗 对我刚才想说是MV吗 对我是不是讲过 输的MV 对我们看到这段短片是在巴黎拍的 对跟我们讲一下这段短片好不好 好漂亮的巴黎 是 这个是在巴黎的 住了十年的一个台湾人 台湾导演 林一初 因为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 这次就利用我在巴黎的短短的时间 我们就突发奇想 就想说 既然我们都这么爱巴黎 然后刚好又出了这本新书 那我们就用巴黎来当主题 然后来讨论旅行这件事情 然后来切入点 然后来介绍给大家这本新书 所以我们就拍了这样的一个短片 但我觉得你在这个短片里面问了一个 其实我看完之后也想了一下的问题 所以蔡博为什么一直不停的旅行 移动 在寻找什么吗 是找家吗 是这样子的迫切的感觉吗 我觉得这会让我想到 我上个月在威尼斯参加一个编剧的工作坊 然后这个编剧工作坊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老师开头第一堂课就问我们 就说各位同学 你们每一个人都请告诉我一个 你最古老的家族记忆 是什么 老老师说不一定要很有趣 不用用很戏剧性 你只要记得你听过最老最老最老的那个故事 可能从你的祖父母 或者是更老的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我才惊觉我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奇怪 我最最古老的家族记忆 我跟我奶奶非常的亲近 可是蔡佳仁的个性就是很少讲过去的事情 然后当下我突然觉得 我对自己的家 好不熟悉 其实我对自己的家一无所知 跟我班上其他意大利的同学 他们就说他们真的就是一天到晚 家里都在讲过去的事情或干嘛 我就突然觉得落差好大 然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是 好像因为我对过去 对家的这个概念是如此的模糊 因为我没有那些故事去建构 所以我好像潜意识的会有一个 很想要从另外一个地方去建构我 理想中的那个家 是什么的欲望 那可能旅行 因为你可以听到太多的故事 可以看到太多的人 所以那些东西刚好可以来填补我 对那个东西的一个空缺 我后来上了上课之后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想要一直旅行 为什么想要找家 我也不见得是要找到一个家 因为其实我真的到现在 也不知道家在哪里 然后一直到有一天 我的一个西班牙朋友跟我讲 就是大家在影片上看到那个 他就觉得说你不要再找了 家就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走到哪里就在哪里 就是你身心觉得舒服安住的地方 也许就是家 对啊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 因为人一辈子花最多时间相处的 其实就是你自己 对 我觉得可能 不一定是透过旅行 透过你最适合的方式 你越多了解自己一点点 搞不好就越离 你想要追求的那个东西 再近一点点 那那个东西可能有点抽象 对 但就要继续找 对 这真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课题 我在西亚伦米克诺斯岛上面 我住了一间民宿 然后突然在一夜醒过来之后 我的房间一扫而空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把所有的东西都偷走 包括我的笔还有书 全部都偷走 就是除了你睡觉身上那一身衣服之外 其实我睡觉的时候没有穿衣服 蔡博在这个旅程里面 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不管是这里面 当然有你的实际的旅程 也有人生的旅程 而且这里面发生了一些 我很坏了 我想要先问惨事 我觉得都跟家有关 不管是实质上 你只是短期居住的 或者是你正在寻找的 或者是去旅行当中住的地方 可不可以先请蔡博讲一下 讲一下什么 我最惨的事 我最惨的事 我近期最惨的事 就是被抢劫一空的 希腊的经验 你要我把细节讲出来吗 稍微讲一下 其实就跟电影一样 就是 简而言之 就是我在 我在希腊的米克诺斯岛上面 我住了一间民宿 然后突然在一夜醒过来之后 我的房间一扫而空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程度 是多彻底 就是说那个 因为一般人被抢 可能就是皮夹 包包还在 但是皮夹不见了 或是钱不见了 彻底是 但我遇到的那个贼 真的是非常专业 因为我该锁了都锁了 然后什么东西都 而且我也不是 半夜四五点回到家 那个什么 迷糊的状态 都没有 我是完全正规 乖宝宝的行径 就这样子睡觉 然后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门是开的 然后保险柜整个是被抬走 可是我住的是屋顶 也就是说 他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亚贼 把所有的东西都偷走 包括我的笔 还有书 全部都偷走 就是除了你睡觉 身上那一身衣服之外 其实我睡觉的时候 没有穿衣服 所以搞不好 他们有拍裸照 我也不知道 但是没关系 随便 对我似乎有一个朋友很坏 我有一个朋友很坏 他就听到我 我说 我在希腊被抢这件事情 然后他第一个是说 那他们有强暴你吗 然后我就说没有 然后他就一副 你确定吗 他就一副说 你看你全裸 都没有人要碰你一下 你到底是有多么不可口 我说好吧 这样子 但是但是我 我醒过来的时候 的确是有 扫视一下自己 有没有肾脏被拿走 或是说 有没有被泡在病房里面 对之类的 就还好没有 但但整件事情 就是荒谬 但是被偷走完之后 痛苦的是后来要解决 相关的事情 然后还有跟民宿的老板 的纠纷 的纠纷 那纠纷什么 要买书啦 对对对 请大家自己去看书 是 不过我觉得蔡博 其实我们刚刚 那个访谈一开始之前 我们有在聊天 我觉得蔡博其实是一个 聊起来还蛮有趣 真诚的朋友 所以一路上我看到 其实书里面有讲了 你的旅程里面 对你好的人 然后令你觉得很温暖的人 非常照顾你的人 我相信这些人是让你的旅程 更丰富的真正的旅行的意义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觉得你最想念的朋友 或者是你觉得让你最感心的一件事 我好像讲了一个就得罪另外一个 虽然他们都看不到 最想念的朋友之一还有之一百 我好怕这种罪的命题 那让我们换一下题目 因为每一个时间 好想念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就是 如果现在问好想念的话 那他可能已经不在了 因为我现在只要很想念一个朋友 我不会让我到一个 怎么办好想你哦 我该怎么办 不会 我一定保持联络 我一定想办法跟他保持联络 我一定想办法让他知道我很想他 对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会太有那种 怎么办 他现在在干嘛 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他 我直接留言给他 我写明信片给他 我寄书给他看 蔡博真是一个好朋友 真的 我那些朋友是会真的 有时候会蛮惊讶的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 勤快的在保持联系的朋友 这还蛮重要的 我很感谢 我们其实蛮常会忘记的 我们蛮常会忘记 然后常常就说 下次约喝咖啡啊 但其实你真的不会约 或是隔了很久才约之类的 你不是那种人 我前一阵才跟朋友讨论到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就一副很无奈的跟我讲说 可是没办法 你也知道 就约喝咖啡就是没办法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后来有一个新的体悟 就是对 要约喝咖啡没有约成 没有任何借口 就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觉得它不够重要 对 就这样子而已 你就是没有约嘛 事实上就是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 就是这件事情 从来都不在你的priority里面 就这样子而已 你要勇敢的接受 这个现实 它就是不够重要 那不够重要也没关系 你认清楚它就是不够重要 因为我们都清理很清楚 我们真的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会做了 所以你真的觉得非约不可的话 你再怎么约也会应约约成 这样 所以我觉得那种约不到 或是很抱歉 没有什么那些都 对我来说都是 在这些朋友群里面 有哪一些朋友 有没有人让你留下 非常难忘的回忆 在你的旅程里面 让你感受到 哇 对 你这边就是家 或是这边就是让我 哇 我都会留住这些好回忆 我没事就会回去再跟你聚 这个我真的还蛮幸运 因为其实我们家的教育是 其实我从小到大 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前 我从来没有去住过 任何一个朋友家过 然后我只有去过 一只手数了出来的朋友家 吃过一顿饭 然后就迅速离开 蔡家的教育是什么 蔡家教育 不要给人家造成麻烦 对啊 你不可以麻烦人家 你不要麻烦人家 你每一次就不要麻烦人家 然后凡事讲到钱都不行 然后不要欠人家人情 然后你不小心欠的话 要在第一时间还完 我们不可以欠人家 你不能这样 你有时候要欠一欠朋友人情 然后就是大家会还 互相来互相去 那你打电话给蔡妈妈啊 蔡妈妈你小时候 不要让蔡博这么克制 所以所以我其实这方面的经验 非常的缺乏 所以我其实这方面是很陌生 然后真的要谢谢一群 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还有念书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他们才 只是因为在台湾的那个根顺地固 还是很长 所以他们花了很努力 改造你 对 我才慢慢的有稍微回来一点 这样子 那虽然我不想要去划分朋友的等级 但是的确有些朋友是可以一起出来 喝杯咖啡聊聊天旅行 很不错 但有一些朋友是你真的到那个城市 你知道 你就算没有跟他讲 你突然到了你打电话给他 他就会说欢迎你就来我们家 快来 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 我在世界的角落 的确是有几个这样的朋友 可以让我这么跟你的人这么放心 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 我自己都深深地佩服他们 是突破了蔡妈妈从小交给蔡博的新房 对 而且更厉害的是 这些人还可以让我在他家 肆无忌惮的大便 我觉得大便是什么意思 大便 就是大好 就是上大好 所以你也有那种很认 认那个场域的那样子 其实我不是答不出来 因为我热爱大好 但是我会觉得说 在别人家里大好不礼貌 这也是蔡妈妈的教诲之一 可能吧 就觉得说不好意思 把你们家浴室弄这么臭 什么之类的 或是干嘛的 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抱歉 但是除非我把那个家 真的当成自己的家 我就可以非常舒适自在 我可以肆无忌惮的 这样就算我那一天肠胃不好 大号发出很恐怖的声音 我也完全不介意他听到的 这种放心 那完全是好朋友等级哦 超级好朋友 我愿意在你面前展现出我最放松的那个样子 对因为他也见过你最丑的一面 所以其实没有差 的那一种 我还觉得还蛮幸运的 但除了在书里面讲到几个好朋友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写到 就第二本书啊 第二本书出版社听到了 对呼喊这样 像我这次去 今年在挪威 一个很北边的一个城市叫 特洛姆斯特洛姆斯特洛姆斯 他就是几乎是在北极圈里 已经在北极圈里面的一个很北的城市 然后我这次去那边想要看极光 那真的是一个缘分 因为他是沙发客 然后我一开始写沙发客讯息去的时候 他个人他那个人不是很友善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接待你 但如果你要喝杯咖啡的话 可以这样 那我想说 那你就不用了吧 就也不麻烦了 因为你这样喝杯咖啡也没有关系这样 结果好死不死事 我本来的计划是到了川普首 我要搭一艘船到一个小岛上面等极光 结果没想到北极圈的天气实在太难预料 所以那就是大暴风雪 然后船停开 而且下一次要开是三天后 那我就想说 天哪 没办法等这么久 北边的这样一个城市 我该去哪里呢 然后我就联系了他 不要理了联系他说 那我们喝杯咖啡吧 我打发一下时间 顺便问一下他有什么解决之道 对 结果好像聊了一下之后 他对我印象还不错 他就说 那你就住我这吧 是不是 我说只要跟蔡博聊过天 应该都会还蛮喜欢你的 真的吗 这我自己不敢讲 但他就是聊了一下 他就说 没关系你就住我这边吧 我说这样吗 他说对 你一整礼拜都可以住我这边 然后他就帮我安排了 看极光的行程 然后他他就是很好煮东西 或是或干嘛 什么什么 有没有的 然后他也是做剧场的 所以他就带我去他的剧场 看戏 看表演或干嘛 然后 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他一天到晚问我说 什么时候再回来穿手 这样 然后我就说好 明年一定会回去找你 然后再去看看极光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可遇不可求 对 这个极光的约会 其实还蛮意外 可是也还蛮 就是感谢那场大风雪 是就把你困住了 然后好像帮你关了一个 一扇窗 一定会有另外一个 赚到一个朋友 每次旅行一点点 就可以再多认识自己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在 就我觉得每个人出生 就是开始在找自己是什么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旅行 我觉得旅行是对我来说 最有用的方法 因为我就是见骨头 我一定要死到临头 把我放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 或是放到一个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点 我才会完全打开 面对我不敢面对的事情 好 蔡博其实今天很累 因为昨天晚上失眠 失眠的原因是你在调时差 对 我在调时差 刚从巴黎回来 对对对 好 在巴黎是去驻村嘛 对不对 嗯 驻村一定要有点作品嘛 就是我们又在逼蔡博 所以蔡博你在驻村的时候 做了什么 其实我有写一个戏 叫做Solo Date 那是我第一次创作的独角戏 就是全部都我自己一个人演的 然后在驻村的期间当中 把它完成了 然后最近会做一个饰演 然后明年会正式退出给大家看 Solo Date 自己演多少个角色 五个 一个人在台上演五个角色 嗯 可以多透露一点细节吗 他大概会是拿五种不同的样子 嗯 其实 其实这个作品有点像是 云端情人的概念 嗯 因为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喜欢 跟机器讲话 嗯 我反而有时候比较怕跟真的人对话 我觉得我已经犯了现代人的文明病了 然后其实我也 我们大概也可以预测 在静的未来里面 人的确是可能会跟所谓的机器发生关系 因为搞不好跟机器的关系更亲密 然后你更可以相信机器 他最了解你 因为他看过你所有硬碟里面的资料之类的 搞不好 对 其实在我这个戏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透过这个solo date 名义上跟自己的约会 来讲近未来可能人类的情感关系 可能会是什么 这样子 那当然也讨论到机器能不能懂得爱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 所以里面的那几个角色 其实我就是我自己 对 然后我会跟 我的几个不同的Siri的助理 来 有不同的关系 这样子 好期待哦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戏 新的戏是明年什么时候 明年 这样是不是有点久 明年九月 不会啊 我们会等你 因为你还欠大家Q&A三部曲吗 是不是 给我九 楼下点上来 对 好 最后菜博 其实我还是很想要回到这本书 我觉得你在这本书 一开始就很认真地告诉大家 旅行的 为什么要旅行 或是为什么不旅行 其实没有什么一定要或非一定不要 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旅行对你来说 你觉得这么多 time的人生的旅行里面 或是时之的旅行里面 你觉得最珍贵的获得的事情是什么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我觉得每次 每次旅行一点点 就可以再多认识自己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在 我觉得每个人出生 就是开始在找自己是什么 可能刚出生下来的自己 最清楚 可是你那时候还不会讲话 还不懂得什么 还没有受污染之前 你的确最知道自己的状态 可是越长越大 学越多东西 其实是离自己越来越远 某种程度上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到底是教育有问题 还是整个社会都病了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社会上有一个力量 就是要把你变成 跟其他人都一样也好 或者是变成 其实你不想要变成的样子 然后每个人开始有自己的苦衷 每个人开始有一些不同的理由 对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合理 我也同理 我也觉得很抱歉听到这样的事情 但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来改变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旅行 我觉得旅行是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方法 因为我就是见骨头 我一定要死到临头 把我放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 或是放到一个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点 我才会完全打开 面对我不敢面对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离开台湾是必要的途径 对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没错 像我一些设计师的朋友 他们完全没有兴趣出国 嗯 那我就说那你不出国 那你 那你平常怎么获得你的灵感或干嘛 嗯嗯嗯 那其实可以看书啊 嗯 然后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你可以看很多影片啊 然后你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嗯 然后在台湾也可以旅行啊 在自己的房间也可以旅行啊 可能每个人的途径不同 对 对 那可能我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 一直有机会可以不断的 到不同的地方走走 嗯 所以我还在努力的拼凑自己 然后我真的觉得有越来越认识自己 然后越来越认识自己之后 活在这个星球上面的感觉比比较踏实 我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太抽象 但是 但我觉得那个踏实感很重要 对 不然会一直觉得好像依附着某人的期待 或是依附着别人希望自己的形象 嗯 然后其实有点累 对 都已经睡不饱了 对 对 对 我觉得 跟自己相处是最久的 嗯 然后要对自己 嗯 要更了解自己一点 嗯 所以也许影片里面那个女生说 你要去哪里呢 其实家就在这里 也许是你要寻找的就是你自己 寻找 寻找到自己 并且寻找到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 跟自己相处的那个方式 嗯 而且这个自己其实随着年纪也会一直变 也不一样 对 所以没有所谓的找到了这件事情 你就是一直在找 一直在感觉 一直活着 嗯 永远在路上 嗯 今天谢谢蔡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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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